老姨子是家里的团宠 她肾衰竭 老婆毫不犹豫地把亲闺女的肾换给她 她说 一个肾也可以活 后来我女儿也得了肾衰竭 却没人救她 老婆家里 甚至连药费也不愿意出 后来女儿跳楼了 我疯了 老婆却搂着白月光柳蒙文 在他们出去聚餐时 我下了半斤披霜 再次睁眼 我回到了让女儿捐肾的前一天 我是被老婆柳如烟掐死的 死得很惨 脑袋撞在墙上 鲜血沾到她脸上 看起来异常恐怖 她满脸恨你 济博答 你看马是不是有病 我边笑边渴 嘴角的血不停往外挡 女儿死了我们都该死 很痛但是我很开心 终于可以去陪她了 所有人都死了 柳如烟也活不了 一命换四命 我不亏 再次睁眼 我正在卫生间洗漱 看着陌生又熟悉的脸 我猛了 瞧见旁边手机的时间 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 就是明天 他们把我女儿骗去医院 割掉了一个肾 我立马买了两小时后的飞机 今天就只有这一半 绝不能错误 把工作交接给同事 一个晋升机会而已 哪有我的女儿重要 连行李都没时间收拾 我拿上身份证和手机就飞了 当坐上飞机的那一刻 我的眼泪情不自禁地流了下来 心里默默祈祷 女儿 等我 我闭上眼睛 脑海里开始制定复仇计划 我不仅要救出女儿 那些人也不会放过 当飞机落地的那一刻 我微微松了口气 今天周一 女儿还在上学 我直接打车去学校 必须把女儿提前接走 放到安全的地方 给她班主任打电话没接 就发了个消息 徐老师 家里有重要的事 我女儿需要请一周假 我现在过去接她 等我快要到学校 徐老师才打来电话 你好家长 刚刚在上课不能接听 昨天你的老婆已经帮她请假了 今天没来上课哦 我心里咯噔一下 这下麻烦了 没想到他们这么快 挂断电话 我赶紧给我发小打过去 一腾成 很急 能不能查到不爱医院的住院名单 看看 有没有我女儿和刘浅浅的病房号 国外医院是上辈子他们换身的医院 刘浅浅是我小姨子 我最反感的人 好 你别着急 等我半小时 发小啥也没问 她最懂我 让司机快速朝家开 闭上眼睛不停祈祷 女儿在家 在等我 下车的时候 脚都是软绵绵的 跌跌撞撞打开门 家里一个人也没有 女儿肯定被他们带去了医院 我去卫生间洗了把冷水脸 然后去卧室 拿走了所有证件银行卡 把送给岳母和小姨子的金子 也一并带走 他们不配 我买的 我有资格收回来 刚坐上车 发小就打来电话 我答 在博爱医院413房间 我正在赶过去路上 你别着急 我找朋友看了 女儿现在很安全 我轻轻嗡了一声 深吸一口气才发动车子 谢谢你一腾城 我半小时到 等我到医院 发小正在门口等我 她拽着我 飞奔到413号房 女儿 这是妈妈新给你买的平板电脑 下了50多个游戏 等你明天出来就给你玩 妈妈 真的不疼吗 把肾给小姨就是好孩子了吗 一点都不疼 过几天妈妈带你吃炸鸡汉堡火锅 我气得脑袋冒烟 她就是这么把女儿的肾片给小姨子的 这哪是亲妈 简直畜生都不如 我一脚踢开房门 柳如烟的脸立马黑了下来 她悠悠说道 你不是在出差吗 怎么不打招呼就回来了 我一巴掌给她扇了过去 一声脆响 柳如烟满脸猛逼 发小拉着女儿站在门口 她眼睁睁看着女儿身体变差 连药费都不愿意出 还怪女儿自己不爱惜身体 她说 为啥别愿一个圣佛的好好的 救你金贵 我更在乎的是女儿能活下去 不想浪费时间 我四处借钱求医 不放过任何机会 他们却在背后 数落女儿拖累了这个家 那些钱都该给小姨子养身体 等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回来 女儿已经从28楼跳下去 摔成一滩肉饼 我抱着她的骨灰 看着她留给我的信 哭了整整三天 我能让柳如烟去坐牢 可我不甘心 于是我疯了 他们都死了 那种心死的绝望 瞬间冲到脑门 我一耳光打在柳如烟的脸上 然后死死抓住 她的头发开走 好痛 医生救命 纪伯达你探马疯了吗 我要报警 你探马进去吃牢饭吧 吃牢饭 女儿才13岁 根本就不能换身 是他们做假资料 再找朋友作弊 才能成功换身 等警察来了 看谁去吃牢饭 上辈子 我的所有精力 都在钱和女儿身上 现在女儿还好好的 我只要弄死他们就行 我狠狠地再刺一个耳光 她就不配当妈妈 就该废了她 柳如烟的声音越来越小 似乎要痛运过去 我冷冷地说道 我女儿没有妈 她妈已经死了 柳家的人都该死 正想再踢两脚 门口传来震怒声 纪伯达你在干什么 是岳母带着小姨子来了 挺好 自动送上门 不然我还得跑一趟 我转头笑盈盈地看着他们 你们看不到吗 我在做人渣 岳母的脸瞬间黑成煤炭 她大步朝我走来 抬起手就想扇耳光 我一脚狠狠踢在柳如烟身上 打 你只要敢打 我就踢他 岳母双眼通红 她颤抖着手 你这个畜生不得好死 我要把你送去监狱 我冷笑出声 又是一脚踢在柳如烟身上 母寨子长 说得很好 你老继续 我哈哈大笑起来 对 我疯了 打死人不偿命 岳母吓得发抖 她慢慢往后退 紧紧挨着小姨子 我可是长辈 你敢打我 你会遭报应的 报应 我又一脚踢过去 好好说话 不然我就揍死她 房间瞬间安静下来 果然 软得怕硬的 硬得怕横的 横得怕不要命的 小姨子扯出一丝微笑 纪伯达你别激动 我们坐下来好好聊聊 都是一家人 有什么过不去的呢 我转头阴冷地看着她 没什么好聊的 女儿的肾绝不会给你 小姨子嘴角的微笑 瞬间消失不见 她用胳膊轻轻碰了下岳母 我赶紧给发小使了个眼色 让她带女儿先离开 这群人 为了小姨子 可是什么都能干得出来的 刚才就把女儿吓着了 但我脑子里 全是上辈子的画面 根本忍不住 女儿使劲摇头拒绝离开 我知道 女儿怕我吃亏 还有点担心柳如烟 现在柳家的嘴脸 还没那么恶劣 在女儿心里 柳如烟还是他妈 发小的身后出现 一个壮实的大汗 一腾成眨眼让我放心 人都要长大 她不愿意出去 看看也好 岳母笑着看向我女儿 这事啊你别管 我们都说好了明天换身 知道她小姨对她好 见不得她小姨难受 是她自愿捐的 这话说的我不爱听 一脚狠狠踢向柳如烟 柳如烟连痛都喊不出来 唯有重重的喘息声 表示她还活着 小姨子的脸越来越难看 她努力扯出一丝微笑 既不打你别提柳如烟 都是我不好 怎么就得了这病呢 是我拖累了这个家 要是不换身能让你们开心 我愿意 我冷冷笑出了声 怪不得是团宠 可真能装 重新来过 怎么总是忍不住笑出来呢 我轻咳一声 只要你们好好说话 我就不替她 还有 的确是你拖累了这个家 肾不可能换 你们自己再想办法 小姨子哭得梨花带雨 岳母在旁边心疼得不行 就连痛晕过去的柳如烟都睁开了眼 岳母把小姨子搂进怀里 轻轻拍着她的后背 宝贝不哭 既然如烟女儿同意捐肾 那她的肾就是你的 我老婆子 连亲外孙女的肾都要不来 还有什么资格活着 呵呵 那就去死吧 柳如烟恶狠狠看着我 你这种自私自利的男人真恶心 简直倒了八倍的梅材嫁给了你 你最好同意换肾 不然我就报警 让你去蹲大牢 那时女儿还不是得听我了 一个肾也可以活 不知道你激动什么 我双手抱胸眼里全是冰茶的 这种女人 当初怎么就觉得能相处一生的呢 那时太年轻 被他们家的和谐氛围蒙蔽了双眼 小姨子当时才十二岁 是岳母的老来子 有一双爱笑的眼睛 所有人都宠着她 他们会相互家财 也会接彼此的短 大家都笑呵呵的 我是个孤儿 羡慕极了 从小就想要一个这样的家 当时岳母笑着说道 博打我们家有点吵 但人都很好 希望你不要嫌弃 我没嫌弃 还跟他们一起养小姨子 家里氛围还算可以 直到我的女儿出生 他们依旧宠着小姨子 对我的孩子爱搭不理 女儿很懂事不吵不骂 衣服都是剪小姨子不要的穿 我想让她过上好日子 每天早出晚归忙工作 后来才知道 我辛苦挣钱买的好东西 全都给了小姨子 女儿五岁就开始帮小姨子做事 成了她的贴身丫鬟 我知道后就立马让她住校 慢慢给她重塑三观 住校的是 让小姨子非常不满 到处说她的病都是被我气出来的 我理都不理她 只要我工作上再上一幕 我就可以带着女儿离开这个家 上辈子 我带着运营总监的聘书回家时 女儿一脸苍白的躺在床上 她笑着说道 爸爸我是一个好孩子 你不会不要我的对吧 我好恨呀 看到他们的脸就忍不住想打 趁她没站稳我一巴掌拍过去 柳如烟又被我甩到地上 我死死瞪着她 明天就去离婚谁不离谁孙子 已经帮你报警了 等会你们一定要说清楚 为什么十三岁的孩子能换肾 你觉得肾不重要 那你搁一个下来 我直接扔给狗吃 一群贱人只知道欺负小孩 小姨子从岳母怀里钻出来 看着楚楚可怜 继伯打你们不能离婚 我们好好的一家人 怎么能说散就散呢 你报警干什么呀 这些都是家事 我不换她的身 叫女儿过来陪我聊天而已 我信了她的鬼 小姨子是他们里面最有心计的 环虫可不是一般人能当的 让让都让让 谁报的警 门口突然传来威严的声音 我悠悠叹口气 离婚是你们说的 报警也是你们在扰 警察同志来了 这下如了你们的愿马 小姨子的脸越来越苍白 感觉随时都要晕过去 我正想给警察说清楚缘 柳如烟跳了出来 她指着我的鼻子说道 警察同志我要验伤 都是这个男人打的 我要告她家报 让她坐一辈子牢 我悠悠地看着她 都是我的错 她居然还能跳起来 我就应该穿上肩头皮鞋 再多踢几脚 没事没事还有机会 柳如烟能爬起来 就是我不尊重老天爷给的机会 岳母摊在地上 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警察同志 一定要给我们主持公道呀 否则我老婆子死给你们看 小姨子抹着泪小声说道 警察同志 我姐夫不是故意的 夫妻床头吵架床尾和 这是我们自己解决就行 她边说边给岳母识眼色 我轻轻呸了一声 然后举起手大声说道 警察同志 他们联合医院作假资料 欺骗13岁的孩子患肾 我要告他们故意伤害罪 岳母拍着地板 扯着嗓子说道 我们没有 怎么可能干这种事 你不要拿起嘴巴乱说 柳如烟扶着墙 她的眼里没有一点温度 警察同志别听她胡说 女儿是我的女儿 我疼她都来不及 我给她们鼓掌 真会扯 她的亲人 怎么可能逼她呢 最恶心的 就是这些吃着人 血馒头的亲人 我笑着打开录音 那几人的脸越来越黑 小姨子直接晕了过去 岳母和柳如烟 在旁边急得不行 我猜她90%都是装的 算她运气好 正好在医院 不然装不装 都不会让她好说 故事分分钟 就把她送进了急救室 剩下的两人想跟过去 我拦在他们面前 你们留一个人去警局 必须把换肾的事说清楚 我知道 就算去了警局 因为还没换肾成功 作假女儿的资料 那么其他人呢 受害者肯定不少 岳母气得狂拍胸口 继伯打你做个人吧 浅浅现在生死未卜 我们还没计较打人的事 你在这掺和什么 呵呵 他们出生不如 我凭什么要当人 他死不死关我什么事 是你们要报警的 该不会完不起吧 今天必须去警局 给女儿一个交代 还要保证 不再打他肾的主意 我刚说完 那对母女 疯了般的朝我扑来 也不知道哪句话 戳到他们心窝子 只要他们敢打我 我绝对回击他们 可惜两个警察拦住了他们 警察带着柳如烟去验伤 他说 身上已经肿了又红又痛 绝对重伤我要让他坐牢 我冷冷说道 如果没到重伤 那我继续打了 柳如烟顿时烟了 岳母用阴冷的眼神看着我们 发小带着女儿和那个壮汉过来 这是赵律师也兼职做侦探 有什么事都可以找他 我顿时眼前一亮 给他竖了个大拇指 不愧是我发小 赵律师瞪了一腾成一眼 笑着说道 趁现在有时间 我们把事件重新梳理一遍 我点点头 快速把所有知道的事都告诉了他 女儿满脸震惊地听着我说的话 我紧紧握着女儿的手 这一刻才清晰感受到 我真的回来了 这次 我死也不会让他受伤 女儿 肾对你很重要 你绝对不能给别人 一个肾会超负荷引起很多疾病 很有可能 会得刘浅浅同样的肾衰竭 这不是危言所听 女儿上辈子的肾衰竭就是超负荷引起的 女儿看我神情凝重 他乖乖点头 我紧紧把他搂在怀里 你要是没了 我会死的 等我们吃完饭 伤情鉴定已经出来 柳如烟一脸茫然 看着报告不可置信 我淡定结果 轻伤软组织损伤 早就猜到是这个结果 重伤他爬都爬不起来 要知道赵律师在后面 我就踢死他 到了警局 赵律师拿出他站在后面录的视频 还有女儿在医院里的档案资料 以及一些交费单子 女儿拿出手机 上面的一些聊天记录 也能证明是他们哄骗孩子换身 柳如烟捂着身体喊痛 我要再次验伤 绝对不止轻伤 我们不知道未成年不能换身 都是李强出的主意 对 都怪他 柳如烟为了减轻责罚 把他在不安医院上班的朋友出卖 所有的责任 全部被推到李强的身上 柳如烟甚至把聊天记录 都主动上交给警察了 他这位朋友 绝对是倒了八辈子的美 才帮他作假 警察同志的眼睛闪了又闪 有业绩不正是傻子 我也没有想到他这么扣住 随便威胁两句 便什么都交代完了 最终警察对医院立了案 而柳如烟只留了个案底 拘留15天完事 没办法 谁让他有个背锅侠朋友 聊天记录完没把他的责任规避 我猜这是小姨子教他的 至于他身上的伤 全算做夫妻间的摩擦 说了我两句就算调解完毕 我有点郁闷后悔做清了 拿到盖了张的回纸 我淡淡说道 等你出来明证局见 女儿归我财产再给我20万 不可能 除非他把肾给小妹 柳如烟梗着脖子说道 那就法院见 我牵着女儿离开 她想说什么又不知道怎么说 刚坐上车 女儿鼓足勇气小声说道 爸爸 我可以给她一个肾 我不想你因为我跟他们吵架 我轻轻摸着她的脑袋 女儿你要记住 器官谁也不能给 身体会变差会死人的 你要没了我活着干什么 被我教得太善良了 以后要换个方式教导 发小一腾成倾咳一声 我立马回过神来 赵律师能不能帮忙搬个家 赵律师听后点点头 现在家里没人我们动作很快 三小时不到 就把属于我们妇女俩的东西 全部搬的 我们暂住在发小家 对门就是赵律师 我比较放心 赵律师帮忙找了学校 安排在他外甥的同一个班级 小男孩虽然只有14岁 但至少有一米75 还有一身剑子肉 他红着小脸说道 纪叔叔 我肯定会保护好你女儿的 我从小跟外公练武很厉害的 怪不得赵律师那么壮 应该也是从小练武 我的离婚官司也全权交给赵律师 还让他帮忙调查柳如烟的出轨证据 小姨子的发小肖继伯 上辈子指着我的鼻子说 你这个没有情趣的男人 又丑又蠢 我们好了三年你都没发现 我天天忙工作 剩下的时间都给了女儿 柳如烟还真没怎么关注她 这次回来 肯定要一起收拾了 一周后 岳母带着小姨子来到我公司 这是想威胁我 刘谦谦脸色苍白 身体摇摇欲坠 感觉随时都会倒下 姐夫你们搬回来住吧 我们是一家人呀 倒了八辈子没跟他一家人 我淡淡说道 别叫我姐夫 肖继伯才是你的好姐夫 也别让我闺女换身 肖继伯的亲朋友好友 肯定有何事的 小姨子的脸更白了 她哽咽着声音说道 姐夫你肯定误会了 姐姐那么爱你 我永远都只有你一个姐夫 岳母看不下去了 冷哼一声 就我们浅浅心软 担心你们没地方住 有些人呀 一点也不知道感恩 活该饿死冻死 老太婆的声音很大 同事们走来走去 八卦之心熊熊燃烧 我笑着说道 阿姨 我饿死冻死都不会回你们家 婚离定了孩子也会跟着我 上次打信柳的那么狠 才算轻伤 不知道你们抗揍能力怎么样 我是疯子 打死不偿命了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的小九九 坏事做多了 老天让他偿命也正常吧 岳母气得跳脚 她抬手就想山巴掌 我心情愉悦轻轻易侧身 她扑倒在地 响当一声应该挺横的 岳母摊在地上不起来 她拍着地板大声说道 来人要顾夜打岳母吗 小姨子柔声说道 姐夫不管你们离不离婚 你女儿都是我们老柳家的外孙女 你让她回来陪我 看到她我才能吃得下饭 我向你保证 绝对不换她的事 我就知道 她们的目标是我女儿 更准确点是她的事 这里很危险 但她们还没死我怎么能离开 看来要加快不乏了 正好小姨子出院后嫌得慌 我瞥了她一眼认真说道 我不信 狗改不了吃屎 让保安把她们赶走 我请假去了一个高档会所 帮小姨子找了一个温柔的帅哥 特别要求 有病 有大病 看到对面的帅哥 拿出的体检报告和身份证 我决定给这个帅哥一个机会 让他装成温柔体贴的有钱小哥哥 五百一天 上一次床奖励五千 这个男人的长相 我是按柳浅浅的喜好准备的 保证他克制不住自己 刚走出去 突然想起小姨子的发小 这种好事怎么能忘了他呢 挑了半天 又找了一个差不多的女孩子 两人连连保证绝对完成任务 仅仅用了五天 帅哥就给我发来了亲密照片 没想到这么快 刘浅浅这么快就上手了 我痛快地把钱转给帅哥 并让他多做几次 这个钱我给得起 柳如烟从拘留所出来的第二天 他们又来公司找我 保安把他们拦在外面 本来不想见的 但他们不走 担心影响公司形象 我带着他们去了旁边的咖啡店 柳如烟整个人瘦了一圈 看起来老了十岁不止 这半个月应该过得很辛苦吧 挺好 赵律师办事我放心 他叹了口气 我答进去这些天 我天天反思自己 以前是我不好 以后我会好好对你们妇女的 我错了 你们回来吧 我不回答似笑非笑看着他 小姨子脸上红彤彤的 时不时傻笑出声 他认真说道 姐夫我谈了个对象 他家里能帮我找到甚远 你们放心回来吧 你女儿我从小看到大 是真心疼他的 我喝着咖啡 疑惑地看着对面两姐妹 真的不懂你们 你有萧继博 你有新对象 为什么总找不自在呢 大家各过各的小日子不好吗 两人脸上全是尴尬神色 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不管他们说啥我都不信 柳如烟端起冰美是一口干掉 我跟他只是玩了 我最爱的只有你和孩子 只要你们愿意回来 我立马跟他分开永不往来 他可真恶心 昨天晚上吃的面条都要吐出来了 我转头看向小姨子 你肾衰竭 别人还跟你谈对象 好好出着吧 刘浅浅滴滴笑出了声 开心地点着头 他们感情好我就放心了 我起身离开留下一句话 柳如烟 人民法院已经受礼 以后没事不要见面 看到你就反胃 下次见到我就直接报警 回到办公室 我结束了小哥哥和小姐姐的监职 给他发了个大红包当讲义 用备用手机 把肖继伯跟小姐姐的亲密照 发给了柳如烟 十秒不到 柳如烟就不停地发来消息 你是谁 是与哥哥的前女友吗 我跟他很相爱你没机会了 你是不是肖继伯 快告诉我怎么回事 再不回话我就报警了 挺激动的吗 狗咬狗什么的我最喜欢看了 我选了几张更暴露的照片发过去 然后把电话卡冲进了马桶 半夜我睡得正香 是有电话打开 明里呼呼之间按了接听键 柳如烟的声音从手机里传来 我打小妹出去一趟 回来就晕倒了 医生说这次很严重 你能不能带女儿过来看看她 想得美 我女儿这辈子 她们都休想见到 我淡淡说道 我们又不是医生 看一眼又不会好起来 你应该找到原因 她出去做了什么 解开她的心结就好 柳如烟连连殷试 希望能给她一个惊喜 后面她还不死心 让我们过去看小姨子 我直接挂了电话 给脸不要脸 第二天 赵律师给我发来消息 柳如烟又进拘留所了 听说把肖继伯的肋骨打断了两根 头发扯掉了大半 还在脸上磕了畜生两次 一个没名没分的男人 给她戴个绿帽子她就疯了 她给我戴了好几年 我是不是应该把她碎尸万段 赵律师让我不用担心 就算她进了监狱 离婚上庭时也能选择缺席判决 上次柳如烟进警局 把她朋友卖得非常干净 李强已经被停职调查了 现在正到处找她算账 我人这么好 递个心而已 非常乐意帮她的 等赵律师发来肖继伯的具体地址 我拿着一打照片 带着发小飞奔过去 这次回来 我还没见过她挺怀念的 刚到门口 里面就传来肖继伯痛苦的声音 我轻轻推开房门 看到她坐在病床上 脑袋秃了很多 上面涂满了点符 脸上还贴了个巴掌大的纱布 好贴切的两个字 怎么就挡住了呢 我笑着说道 听说是柳如烟亲手揍了 你陪她这么多年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她怎么就下得去手的呢 萧继伯脸跟变色龙似的 红了青 青了黑 她理直气壮说道 我追求爱情有错吗 这是个狠人 本想拿着照片羞辱一番 但感觉对她没多大用 人不要皮天下无敌 我笑着祝福她 希望你跟柳如烟 还有你的小姐姐 永远在一起 说完 我就想叫上发小的手离开 一腾成吻哼一声 正脱开我的手一巴掌 朝她呼去 真不要脸 抢别人的老婆还理直气壮 看到女的旧伤 跟畜生有什么区别 我笑眯眯的看着一腾成 会说 你就多说点 萧继伯惨叫着 可能是伤口痛吧 我们只在这个房间 待了五分钟不到 后面全是一腾成的自由发挥 回家路上 同事发来一个视频 岳母跪在公司大门口 一群人在围观 她说 叫继伯答出来 求她就浅浅一命 如果她不出来 我就常跪不起 我紧紧握住方向盘 这个老巫婆真该死 为了女儿的安全 我不管做什么都瞻前顾后 上辈子只用了一周时间不死 就让他们全部洗白 我掉头回公司 打电话报了警 还让赵律师的外甥 帮忙看着点女儿 一定不能让她出校门 我们是跟警察同时到的 岳母眼里只看得到我 她哭着说道 我打你救救她 就只有你能救浅浅 她才27岁 花一样的年纪 你怎么忍心看着她死掉呢 我怎么会不忍心 我天天都派着她去死 听到她要死了 兴奋的想唱首好日子送给她 我疑惑问道 你让我怎么救 我又不是医生 你找我没用 她快速爬过来 紧紧抱住我的腿 你女儿可以救 求求你把外孙女还给我 浅浅是我的亲生女儿 她不能有事啊 算我老婆子求你 只要你同意换身 我后半辈子 别你当牛做马 我冷冷看着她 知道他们一直都没打消这个想法 但当她说出口的瞬间 我的心如针扎般刺痛 女儿是柳如烟的亲女儿 是她的亲外孙女 她怎么就这么狠心呢 你知不知道 13岁不能捐身 你们在犯罪 没有医院敢做这个手术的 岳母小声说道 我们可以找私人诊所 只需要把你女儿带来 其他的你不用管 轻笑一声 空子都被他们钻完了 我转头看向警察同志 我的女儿才13岁 上次是博爱医院 现在是小诊所 他们一次又一次想割掉她的身 无视法律法规 现在我闺女连门都不敢出 请把他们都抓起来 岳母顺着我的视线看去 她揉揉眼睛满脸愤怒 继伯达你就这么狠心 我们是一家人呀 我都跪下求你了 你怎么能这样对我 所以 她的女儿才是女儿 我的闺女就活该成为行走的器官 我死死盯着她 感谢你们三番五次的无理取贸 为了不给公司添堵 我已经跟公司解除了拼用关系 你要是撞死在这里 出于人道主义 我会给你买一达明币送你一路走好 岳母气疯了 那是她从小宠到大的小姨子呀 她脑子里全是怎么得到女儿的身 而我是唯一的途径 她猛地朝我冲来 既不打我的女儿死了 你的女儿也不能活 哈哈 大家一起死吧 我心脏在兴奋 再进一步 我就能一脚踢到她胸口 这是自卫 踢死最好 我可以不负责任的 可惜被两个警察拦住了 真的好可惜 我的脚都准备好了 岳母被扣在地上 她大声喊道 我只是想救我女儿 我没有错 你们都是坏人 你们不得好死 警察把她送进了拘留所 跟她女儿做个伴 小姨子一个人住院 肯定很孤单 我必须去探望一下 最近老是跑医院 刚出电梯 就听到刘浅浅砸东西的声音 我跟一腾城对视一眼 得 有些人就是玩不起 我淡定的推门而入 小姨子脸上是不正常的红 她的头发少了很多 看到我过来 眼中闪过一丝希望 姐夫借我一下手机 我男朋友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怎么不接我的电话 没想到这帅哥这么好用 看我不说话 他又急切地说道 姐夫 我男朋友最爱的是我 他说过要给我一场盛大的婚礼的 他可真敢想 我悠悠说道 我对你姐妹感情 你要是还能爬起来 我去我公司呢 被警察抓进拘留所了 刘浅浅拿起旁边的橘子扔过来 我轻轻接住 还是你对姐夫好 谢谢了 滚 给我滚 我偏步 拉着发小坐下 把她的水果吃完才离开 刘浅浅死了 我是在新闻上看到的 她拿着菜刀去找那个帅哥算长 结果被反杀 柳如烟出了拘留所 到处找她妹妹 最后报警才找到 嫌疑人就那么两个 还是很好查出来的 肖继伯身上的伤 一直没好还越来越严重 最后去医院检查 得了艾滋 她被关进了传染病间区 所有人都离她远远了 柳如烟疯了 她前段时间跟肖继伯在一起 在她去医院检查的路上 被李强砍了 那个因为她丢掉工作 被所有人唾弃 成为过街老鼠的医生朋友 警察抓了李强 柳如烟却被砍个半死 她也得了艾滋 躺在床上伤口在不停溃烂 虚虫如动臭气熏天 岳母从拘留所出来就彻底疯了 她心心念的小女儿死了 在柳如烟的城市重新开始 后来赵律师告诉我 那个老巫婆在照顾柳如烟的时候 不小心也感染了艾滋 她买了老鼠药 毒死了自己和柳如烟 直到尸体发臭才被邻居发现 半年后 国外医院被查出来很多违法乱地的事 从上到下大换血 送进监狱的都有23人 其中李强被判了25年有期徒刑